相恋四年,结婚七年,得到的结局却是移情别恋,越走越远。 纪念日这天,我等了两个小时,等来了一句,有事来不了了。 我看着他心上人发的朋友圈,他正在陪着他坐摩天轮,这就是他所谓的集市,多可笑。 后来,我转头就从他的世界彻底消失,听说他找我找得发狂。 那又怎样?没有反方向的钟,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轻贱。 阿叶,我们什么时候去马尔大夫啊?你都工作好久了,休息一下吧。 我期待地看着迟叶。 轻轻,你知道,这段时间公私忙,过段时间好不好。 迟叶揉了揉我的头,眼中带着愧疚,与我对视一眼,一开始线。 我不是无理取闹的人,听到迟叶这么说,心中虽然失望,却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这趟旅行是他答应我的,我期待了很久,也计划了很久,旅游攻略洋洋洒洒,做了四五页。 算了,没关系,不急之一时,毕竟公私是我们两个人心血。 迟叶取走了文件,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我看着关上的门,心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对于迟叶来说,工作似乎比我重要很多。 我摇摇头,感叹自己到底是年纪大了,怎么还越来越多愁善感了呢? 心血来潮的,我特地包了阿叶最喜欢喝的汤,没有跟他说,悄悄到了公司,想给他一个惊喜。 临走之前,看到迟叶落在浴室的戒指,心中无奈,多大个人了,还丢三落四的,顺手就带了过去。 快到办公室时,我看到了黄特助,他看到我,似乎很惊讶。 夏总,阿布,夫人,你怎么来了? 听阿叶说,公司最近挺忙的,我给他煲了汤,想给他送上去呢。 我朝黄特助提了提手中的汤,黄特助面色纠结地看着我,吞吞吐吐道夫人, 这,池总现在有事可能不太方便,我帮您过去吧。 不用了,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哎,夫人,等等,黄特助想要阻止我,但来不及了,我已经推门进去了。 我看着眼前的景象,愣在原地,我的丈夫正在吃着别的女人做的便当。 两人还有说有笑,这氛围看起来其乐融融。 突兀出现的我,与这幅美好的画面格格不入。 池叶看见我,也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 快步走向我,焦急地对我说道, 青青,你不要误会了,我是今天没吃饭。 这个员工刚好多做了便当,就给我了。 听到池叶的解释,我没说话。 那个小姑娘也着急忙慌地站起来,委屈巴巴地对我解释道, 夫人,您别误会,我想问池总一些关于工作上的事, 刚好看见池总还没吃饭,我就把我做的便当给池总了, 我们真的没什么。 他们都解释得这么清楚了,再抓着这个事情不放, 倒显得我斤斤计较。 嗯,我知道了。 阿叶,我给你煲了汤,快来尝一下。 我面色如常,看不出究竟有没有生气。 我给池叶盛汤,池叶让黄特柱带那个小姑娘离开。 我乘机看了一眼那小姑娘,很年轻,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 看起来很青春活泼,让我想起了以前的我。 阿叶,你的戒指,早上洗澡时落在浴室了。 我将戒指递给池叶。 池叶见到戒指,不自然地挖了下嘴角,原来是落下了呀。 瞧我这记性,还是老婆你好。 我回到家,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不知怎么地,突然回忆起了从前。 我们念同一所高中,坐了一年的同桌。 高考完的那一天,池叶向我告白。 池叶满脸通红,手足无措,但目光却牢牢地锁定着我。 有一往无钱的勇气,也有戚戚爱爱的紧张,总之,很可爱。 我答应她后,她就疯了似的抱着我转圈圈。 边转边喊我喜欢夏清清,池叶和夏清清在一起了。 我们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我看着她傻里傻气的脸,觉得有点丢人,但嘴角却止不住地上扬。 后来我和她上了同一所大学,跟所有大学情侣一样,手牵手压马路,一起上下课。 大学毕业后,我们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婚礼那天,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爱的人,她也爱我,我们会携手共度一生。 池叶说,她想创业,我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以前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选择陪她一起。 我们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只能挤在狭小的出租屋,分着吃一碗面。 只有一个荷包蛋,池叶不吃,总是让给我。 她说,等创业成功,我俩一起去吃法式大餐,人均一千的那种。 但创业哪有那么简单,更何况我们两个刚进社会的年轻人,被打压,被轻视,被戏弄是常有的事。 我们为了拉投资,赔笑脸,喝酒喝到兔。 但就算这样,也拉不到几个投资。 池叶喝醉后搂着我哭,说对不起我,让我受了太多委屈。 我也跟着她一起哭,不是哭我有多苦,是哭幸好我们有对方,要不然这日子该怎么熬啊。 我和她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不容易,但好在最后也是苦尽甘来。 我们的公司成功融资上市,但我因为这么多年的劳累,身体已经不行了,池叶心疼我,我也相信她就从公司目前退下来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要说池叶变心,我是一万个不信的。 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转动着,池针慢慢指向了十一点,池叶还没有回来。 这个月公司可能的确太忙了,池叶每天都早出晚归。 我觉得她有点太辛苦了,已经在考虑要不要重新回公司帮衬一下池叶, 毕竟这样子的话她身体会吃不消,真是让人担心。 虽然我的身体有点差,但调养了这么多年,注意一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想着,我打了个电话给池叶。 嘟嘟,喂,你好。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生。 我有点猛,重新看了眼号码,确定是池叶的电话没错。 这个声音是之前在办公室的那个姑娘。 我心中疑惑,我是池叶的夫人,找池叶。 哦,原来是夏总啊。 老板她去洗手间了,我们还有事,请问你有什么急事吗? 她的语气中带着一种质问,让人感觉有点不舒服。 电话怎么在你那里? 我皱着眉,冷淡地问道,我是池总的秘书啊。 她故意贴开话题,答非所问道,怎么了? 我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老板,刚刚夏总打电话来了,你现在要回播吗? 池叶似乎很不耐得地叹了口气算了,摇摇你放那把,那不是什么要紧的? 你不是文件格式转换不会吗?给我看看,我来教你。 我听见那个叫摇摇的女生乖巧地应答,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随后不久,一个女生加了我的微信。 我有种预感,这就是电话里那个女生。 我前一秒刚通过,后一秒就刷到了她刚刚发的朋友圈,老板真好,特地留下来陪我加班。 我就问问,这么好的老板哪里找? 配图是一双骨节分明的手在操作电脑和外面空无一人的工位。 我注意到,这个桌子上的摆件是总裁办公室。 我的指尖冰凉,目光呆滞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个失去灵魂的提线木偶。 我突然觉得刚才那道声音突然变得十分陌生,那真的是我的阿叶吗? 我的阿叶事事将我排在第一,他说轻轻的事,就是天大的事,什么都比不过。 他说这个破班有什么好上的呀,就想跟我家轻轻每时每刻都待在一起。 而现在,他说不是什么要紧事,不用管。 情愿在公司教一个小姑娘最基础的电脑操作,也不愿回到我和她的家里。 我开始怀疑,迟夜真的一直有她说得那么忙吗? 这或许只是不想回家面对我,搪塞我的借口罢了。 等到迟夜回来,看见我呆坐在沙发上,有点诧异,怎么还没睡? 阿叶,今天又在加班吗? 公司是不是很忙了? 我勉强地笑笑。 迟夜感觉今天的轻轻有点奇怪,但她并没有多想。 啊,对啊,公司这段时间真的很忙。 轻轻,这段时间都没怎么陪你,抱歉啊,等到这个项目忙完了就好了。 说完,迟夜还揉了揉额头,似乎的确很忙碌。 阿叶,今天那个小姑娘是谁啊? 我装作不在意地问道。 听到我提起那个姑娘,迟夜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哦,就是公司新来的总裁秘书。 她会不会太年轻了? 能胜任吗? 总是要个人家小姑娘一个成长值机会嘛。 况且,人家小姑娘很努力很上进。 说完,迟夜就去洗漱了。 我的心凉了半截。 以前公司刚成立的时候,迟夜因为我身边的一个男助理跟我吃醋。 幼稚得很,一直要我换一个女助理。 我哭笑不得阿叶,不至于吧,人家工作能力很好,你这样未免也太小气了。 迟夜哼哼唧唧地抱住我轻轻,对于你,我不可能大气。 我反正不可能有异性的助理秘书,如果有,你就再也不要理我了。 作为老公,就是要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吗? 老婆,你说是吧? 说完,眼神忧怨地看着我,像是一个被抛弃的怨妇。 我拗不过她,又不舍得放人才离开,就把那个男助理调到迟夜身边去了。 迟夜没有遵守承诺是一回事,更况且,总裁秘书这个职位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算得上是比较重要的了。 黄特助是海归而来的精英,经验丰富,的确可以为迟夜处理很多事情。 但是不可能因为这,就把总裁秘书这么重要的职业交给一个连文件格式都不会的小姑娘,这样未免也太过于儿戏了。 她知道外面有多少真正有实力的人抢破头想进来吗? 我先是为迟夜对我撒谎而感到心寒,然后又被她荒唐地决定气地发抖,一杯一洗,眼前阵阵发黑,头痛欲裂。 你,轻轻,我太累了,先睡了,你也早点睡啊。 我想让迟夜帮我倒杯水,话还没说出口,就被打断了。 迟夜专注地看着手机,仿佛屏幕上有什么十分吸引她的东西。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嘴角勾起,眼底满是温柔笑意。 她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不舒服,就连余光都没有分我一毫。 在她转身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手机屏幕是微信的聊天背景。 我觉得我疯了,连续几天都在公司附近徘徊,偷偷关注迟夜和那个叫林瑶瑶的。 看得多一点,我的心就更加沉一分。 每天中午,她都会和林瑶瑶一起吃饭。 林瑶瑶在她身边叽叽喳喳地说话,说到激动的时候,还用手不停笔划。 她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面带笑意地低头看着她。 迟夜的眼睛很好看,认真看着我的时候,默默寒情,就像夜空中的星辰一般闪亮, 又似深沉的潭水一般清澈,显得忧深而安静。 目光流转间,柔情似水,真诚热烈,让人怦然心动。 我突然明白,原来迟夜充满爱意的眼神不是永远只属于我一个人。 就像现在,她的爱是给林瑶瑶的。 迟夜会在林瑶瑶笑着闹着的时候,宠密地看着她。 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会自然地走在外面的一边。 吃饭的时候,会帮林瑶瑶把她不喜欢吃的挑出来。 甚至在林瑶瑶朋友圈公司聚餐视频里,会主动帮她挡酒。 一天晚上,迟夜送林瑶瑶回家的时候,我看到她们在车中拥吻。 心里最后一丝幻想被打破,真像血淋淋地摆在面前,我无法装作看不到。 一颗心仿佛被人紧紧地握住,然后决绝地掏出,扔入冰天雪地之中,寒冷刺骨。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到家的,脑中一片空白。 摊坐在地上,不知道该想谁倾诉发泄。 这几年,我一直陪着迟夜打拼,之前的好友七七八八的差不多都断了。 抬头撇见墙上我和迟夜高中时的合照,再也忍不住了,双手捂住脸。 我想拼命把乌夜声压下去,可是眼泪还是像断线珍珠般地滚滚而下。 那可是迟夜,是我从十八岁就开始爱的阿夜啊。 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结婚,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十年,它是我整个青春,最美好的年华,最炽烈的感情都献给了它。 我原以为,像出轨离婚,七年之痒这样的事离它们很远。 我和我的阿夜会长长久久,一起白头。 我曾幻想过他们的以后,想过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想过他和我成为小老头小老太的样子。 我们或许会互相调侃对方的皱纹和白发。 孩子长大后,会一起吐槽他小时候的糗事。 但我从未想过,他们会是这样的结局。 之前信誓旦旦相信迟夜的自己就像是个笑话,说不定迟夜在想,夏轻轻真是好骗啊。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绝对不是我的阿夜。 我的阿夜会在我肚子痛时,半夜跑几个街区去买红糖和药。 会在我受委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为我出头,会温柔地帮我擦掉眼泪,然后心疼地抱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哄。 我的阿夜明明很爱我,18岁的池叶明明是炽热又真诚的,心里眼里都只有我一个人。 28岁的池叶心里装下了别人,我们渐行渐远。 泪水浸湿了一斤,湿润的热度将受伤的心烧得滚烫,疼得无法言语,躺在地上,感觉自己的身体陷入了一片平静的湖水,慢慢淹没了我的身躯,用力挣扎,却丝毫动不了。 一种窒息到绝望的感觉,让我以为再也无法醒来,麻木地看着刷白的天花板,映称着赤红而疲惫的双眼。 黑夜是如此的空荡,空荡的令人害怕,让我不敢再闭上眼睛。 迟夜是半夜的时候回来的,看见灯全是关的,轻手轻脚地收拾完,躺了下来。 我感觉到身边的床垫凹陷下去,在黑夜中缓缓睁开眼睛,冷静下来后回想,原来一切的不爱都有迹可循。 好几个小时才回的消息,连续地晚归,落在浴室的戒指,与我对话时移开的视线,提起林瑶瑶时不自然的脸色,还有现在,睡觉时背对背的姿势。 恋爱同居时,迟夜每天晚上睡觉都必须要把我抱在她的怀里。 我假意不让她抱,她就低头蹭蹭我的肩窝,无赖地说道,我不。 我不抱着你我就睡不着觉。 我偷笑,怎么这么肉麻呀?因为我永远也离不开你。 迟夜把我抱得更紧,快勒得我呼吸不过来了。 我羞涩地捶她的手,她在我身后哈哈大笑。 而现在,我俩背对着背,中间不知道隔了多远,但感觉的出来并不近。 我在想着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的,迟夜心里在想着她的林瑶瑶。 说不定还在回味她俩的亲密接触。 夫妻六年,同床异貌,真可悲。 第二天一早,迟夜就去公司了。 我有八成把握她是着急去见她的小情人儿。 呼我深呼吸一口,努力把心中的酸涩压了下去。 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喂,妈。 哎,南南啊,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听到妈妈关切的声音,我好像一下子就找到了依靠,眼眶微红,泪水在里面打转。 挺好的,妈。 你和爸爸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你们记得不要再吃隔夜的饭菜了。 我发给你们的报道,看了吗? 这样很不健康的。 好了好了,我们知道的,我和你爸身体挺好的,不用担心。 对了,隔壁老张家的丫头,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依云妹妹现在怎么样了? 她前两天生了,一男一女龙凤胎呢。 哎呦,老张正是好福气哦。 妈妈羡慕的声音通过听筒传来,我大概猜到她接下来想说什么了。 果然闺女呀,你啥时候和小池生孩子啊? 你已经快三十了,在脱生孩子的时候就危险了呀。 你们赶快抓紧时间要一个吧。 我一个头两个大,赶紧找机会搪塞了过去。 挂了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但心情并未放松下来,反而更加沉重。 妈说的话,我不是没有想过,但不想生的人并不是我。 自从公司走上正轨,这几年,我明里暗里跟池叶提了几次。 池叶都以我身体不好,这个时候怀孕太危险了。 她不舍得让我受苦一笔带过。 现在想来,真的只是因为这样吗? 我不愿再深想下去,到时候难受的还是我自己。 夜色深沉,池叶回到家中,看妻子正倚靠在沙发上看电视。 阿叶,你回来了?过来休息一下吧。 我朝池叶拍拍沙发,示意她坐过来。 我举起手机给她看伊云生了爱,还是一男一女龙凤胎。 阿叶,你说我们给孩子送点什么呢? 池叶看了一眼,随意地说到你决定就好。 原来刚出生的孩子是这样的呀,真可爱。 我接着暗示她。 池叶没有说话,我也沉默了下来。 最后,是池叶打破了沉默我先去洗澡了。 我明白了,其实,沉默就是答案,躲闪就是答案。 在公司熟人第二次给我打电话告状说,因为林瑶瑶的失误导致公司客户不满。 而且,这次还是合作已久的熟客后,我实在受不了了,立马赶去了公司。 先是向客户道歉,然后再同意这次合作,我们再让利百分之十,才没有流失客源。 忙完一切,我疲惫不堪,让人叫林瑶瑶来办公室一趟。 夏总,你找我。 林瑶瑶的脸上没有丝毫愧意,就像她丝毫没有错一样,理所当然。 我是来通知你的,你被开除了。 现在,收拾好你的东西,离开公司。 我闭目养神,平淡地向她宣布她失业的事实。 凭什么?你凭什么开除我?你开除我,池总知道吗? 我要和池总说话。 林瑶瑶很不服气,怒气冲冲地朝我大喊道。 凭什么?我睁看双眼。 微微挑眉,冷漠地看着她,就凭我是公司最大的持股人。 这个理由够了吗? 我告诉你,今天就算迟业在这里,也保不了你。 我看了看表,再给你十分钟。 如果你还没有离开公司,我就让保安把你丢出去。 林瑶瑶怨恨地盯着我,一分钟后,见我丝毫没有反悔的意思。 她怕真的被保安丢出去,她丢不起这个人,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我知道林瑶瑶肯定会向池也告状,说我多么多么盛气凌人,多多逼人。 但我没有撒调,当初公司刚成立,池也为了弥补我,把大部分股份都分给了我。 我还得感谢她,不然想让林瑶瑶走,就没这么顺利了。 果然,二十分钟后,池也风尘仆仆仆地赶了过来。 推开门就开始质问,我你为是要把瑶瑶给开除了。 为什么没有跟我说一声? 我把林瑶瑶进公司后,做的业绩和一些失误甩在她面前。 你自己看看我,为什么要把她裁了? 池也看着那些数据,面色尴尬,但还是不渝地皱眉看向我,说到她还是个小姑娘,刚刚接触这些,有点失误,很正常。 清清,你不要对她这么苛刻。 你当初不也是慢慢成长起来的吗? 你们女生之间互相体谅理解一下吗? 哈,你还敢提当初? 当初我是什么都不会,但我是老老实实从最基础做起。 哪像林瑶瑶这么好命啊? 什么经验都没有一上来就是总裁秘书。 哎,毕竟我当时没有后门吗? 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她低级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 如果不是我今天来得及时,柯杰的赵总就撤资了。 现在的项目就垮了。 你现在在这里来质问我。 我拼命忍住不要翻白眼,太不雅了。 但是池叶的那番话实在太让人无语了。 她怎么有脸来质问我。 夏清清,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阴阳怪气,咄咄逼人,小肚鸡肠。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池叶眸子瞬间冷了下去,眉宁纠结,语气里透露了一丝烦躁。 我变了。 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到底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15号晚上,你在哪里,你自己心里清楚? 池叶,你恶不恶心呢? 我变了。 你自己不觉得心虚吗? 上次下属的办公室恋情玩得挺溜啊。 要不要我给你颁个奖啊? 池叶。 听到15号晚上,池叶的脸色瞬间变了,变得紧张焦急起来。 不再跟我扯着林瑶瑶的事不放。 拉住我的手,语气急切地对我解释道, 清清,不是的,你听我解释,那天是林瑶瑶她父母的忌日, 她心里一直扛着,我看她状态不对,就主动送她回去。 到她家楼下,她实在是太难过了,我是为了安慰她。 我们两个知道什么都没有的。 清清,你相信我好不好? 语言恳切,面带祈求,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他们这段时间有多亲密, 我可能就信了。 我讥讽地看着她,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 任她在身后怎么呼喊都没有回头。 自从在公司的那次争吵后, 迟夜对我的态度变得异常热情。 每天早早就下班,给我准备浪漫惊喜。 烛光晚餐,鲜花,礼物,连着大半个月。 我知道她是因为愧疚,拼命想要补偿我。 我对她有感情吗? 答案是有。 十一年的朝夕相处,就算是养条狗都会有感情, 跟何况是相知相爱过的人呢? 那会原谅她吗? 不会。 在迟夜的猛烈攻势下,我有过片刻动摇, 但每每想起林瑶瑶和迟夜两个人的事, 就像有一根鱼刺,如梗在喉, 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让人隔阴的难受。 我不甘心,不甘心凭什么她迟夜忘记我们的过去和婚姻, 能毫无负担地喜欢上另外一个人。 当初许下的诺言,如今只有我一人遵守。 而她,把我们的誓言踩在脚下碾得稀碎。 我要她也体会到我的痛苦, 辜负真心的人就该吞一万根银针。 在一段时间的冷战后,我装作被她打动,原谅了她。 迟夜欣喜若狂,跟我说要把工作放下, 带我去马尔代夫。 我说我不想去马尔代夫了, 我想走一遍我们以前一起走过的地方。 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以最快的速度安排行程。 我和迟夜重新去了一遍我们曾经待的地方, 公司的最初地址, 我们创业是蜗居的出租屋, 再到我们结婚的地方。 那一段时间, 我和迟夜如交似妻, 仿佛我们之间一直如此甜蜜,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会跟迟夜一起回忆曾经的甜蜜, 也会翻出对方的糗事嘲笑, 会突然想起以前的一些压箱底的陈年旧事, 幼稚地争上一番。 会把我以前对我们未来的畅想, 期待地说给迟夜听。 迟夜会紧紧地抱住我, 用无比确定的语气说, 我们肯定可以白头偕老的, 到时候看看谁老得更快。 说完, 凑过来巴基亲我一口, 然后飞快跳开。 迟夜嘴角上扬, 漂亮的眸子中, 站开层层笑意, 灿若繁星。 有时候恍惚间, 像是回到了十八岁那年。 我们刚在一起, 就算只是手牵手一起压马路, 也可以开心到飞起。 那时的迟夜和夏清清之间, 除了真诚又炽热的爱意, 什么都没有。 他俩以为, 那就是一辈子。 现在看上去恩爱如初, 但终究物是人非。 高中校园内的银杏, 已经变成金黄色了, 在秋风的辽波下, 纷纷扬扬地扑向大地, 为大地扑上一层金色的地毯。 我和迟夜手牵手走在秦学大道上, 回忆我们的青春岁月, 要不要去看看我们一起的教室? 迟夜兴致勃勃地提议道, 好,高三、六班的教室还是在老位置, 只是桌椅全部都换新了, 黑板也换成了仙进的白板。 那时候咱俩是同桌, 我就在想, 我要和夏清清做一辈子的同桌, 谁要和你在学校做一辈子啊? 我教赤道。 后来仔细想了想, 我高中要和夏清清做同桌, 大学要和夏清清做情侣, 大学毕业要和夏清清做夫妻, 然后和夏清清做孩子她爸妈, 老了后还要一起做最恩爱的老头老太太。 迟夜盯着我, 温柔眷恋, 有那么一瞬间, 我感觉我就是她的全世界。 迟夜目光缠绵, 缓缓向我靠近。 你们在这干嘛? 一道声音, 如平地惊雷, 把我俩迅速分开。 抬头看去, 是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师, 手上还拿着叫按。 我感到眼熟, 仔细回想。 想起来了, 老张。 我和迟夜同时惊喜地喊道, 老张仔仔细细地看了我们一眼, 一拍掌, 大声喊道, 哎哟, 原来是迟夜, 你小子和清清啊。 电话挺大呀, 第一眼都没认出来, 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俩牵着的手, 对迟夜说道, 怎么样啊? 小子, 终于如愿以偿, 把我最喜欢的英语课代表撬走了。 怎么是撬走呢? 明明是光明正大的拐走的池叶, 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 我不好意思地瞪了他一眼。 老师, 我们已经结婚六年了, 之前给你发请帖的时候, 得知您在国外参加讲座, 一时半会赶不回来。 但是给您送了礼物, 是你最喜欢的茶叶。 哦, 记起来了, 是有这么回事。 哎哟, 瞧我这记性, 老罗老罗, 别说那茶叶还挺香, 嘿嘿哈哈, 这么多年没见, 张老师笑得还是这么模型。 孩子多大了呀, 上幼儿园了? 我沉默地看了池叶一眼, 准备开口回答, 还没呢? 我俩二人世界还没过够, 再加上之前清清身体不是很好, 还没要孩子呢。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准备了, 池叶比我先一步开口。 哦, 原来是这样? 到时候孩子的满月酒渴一定要邀请我呀, 我可不能再错过了。 张老师装出一副因为错过而痛心疾首的表情, 那是一定的。 从学校出来已是黄昏, 夕阳的余晖染红了蓝天里游荡的白云, 幻化成了玫瑰的晚霞。 我坐在车上, 盯着池叶轮廓分明的侧脸。 我很想问问他, 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是唐瑟老师的谎言吗? 还是他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池叶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然后看了我一眼,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接了。 喂! 电话那头, 林瑶瑶带着哭腔的声音在车内响起。 池, 池叶,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好害怕。 呜呜, 池叶皱起眉头怎么了? 瑶瑶, 发生什么了? 我心情不好, 在酒吧喝了点酒, 刚出来, 就看到有两个人一直在盯着我。 我太害怕了, 又回了酒吧。 他们还在门口, 怎么办? 我真的好害怕。 瑶瑶, 你别着急, 在酒吧不要出去, 我马上来找你。 池叶着急担心的目光, 再一次狠狠刺痛了我。 维持了这么多天的平静彻底打破, 露出了原本猙獰不堪的本质。 挂了电话, 池叶为难地看着我。 轻轻, 你去吧。 我语气平淡地说道, 池叶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 就好像我说了什么难以理解的话。 原来她也知道, 这时候抛下妻子去找别的女人是不对的呀。 你让我去找林瑶瑶。 我摆弄着手上的指甲, 平静地说道, 池叶本来还想说什么。 在又接了一通电话后, 匆匆离开。 我看着她着急忙慌的背影, 只觉得好笑。 在这段时间里, 我表现得太爱她了, 就好像非她不可, 池叶好像也相信了。 她对我的感情正在慢慢回笼, 甚至可以说直逼热恋气。 但那又怎么样? 男人的劣根性就是这样, 新鲜感最重要。 家里红旗不倒, 开源不断, 外面彩旗飘飘, 迎风招展。 果然, 人渣就是人渣, 我是脑子被门家了, 才会动摇。 在池叶去找林瑶瑶后, 我开始着手准备离婚的事 和股份转卖书。 联系好律师, 草拟离婚协议。 属于我的, 我一分也不会少拿。 不知不觉就忙到了凌晨, 迟夜还没有回来。 我看了看手机, 在朋友圈里刷到林瑶瑶新发的朋友圈, 幸好有你后面跟着一个爱心。 我点开图片, 是池叶熟睡的侧脸。 我想了想, 把林瑶瑶有关池叶的朋友圈 都截图保存下来, 到时候这可是迟夜出轨的证据。 第二天一早, 我迷迷糊糊地听见开门的声音, 我知道是迟夜回来了。 迟夜看到睡眼惺忪的我, 说到还是吵醒你了吗? 我看着他, 一言不发。 他和我对视了几秒, 就扛不住了, 飞快地移开了视线。 昨天林瑶瑶喝醉了, 还发烧了, 他在这边没什么熟人, 我就照顾了他一晚。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相信你。 我给迟夜回了个大放得体的笑容, 迟夜不敢相信我这么轻易, 就原谅他了。 暗戳戳试探了好几次, 我也没有生气。 发现我真的没有生气, 他反倒有些不开心了。 时不时在我面前晃悠一下, 想引起我的注意。 我才懒得跟他玩你, 哄我我哄你的游戏,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 我找上迟夜的死对头, 陆川。 陆川和迟夜从看到的第一眼 就互相看不顺眼, 好死不死两个人创业公司 居然还是同一种类型的。 市场这块蛋糕就那么大, 谁都想奋一杯羹。 两个人明里暗里叫着劲。 但不知道为什么, 陆川虽然看不惯迟夜, 对他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对我却很友好。 我问过他为什么, 他说觉得我有魄力, 有手段, 挺佩服我的, 还顺便拉踩了一下 池叶的人品和能力。 两家公司在竞争是不假, 但我对陆川却没有什么偏见。 我慢条思理地和池叶说明了来意, 陆川仿佛见了鬼市地死死看着我。 夏清清, 你说什么? 要把股份全部给我, 你不会是和池叶联合起来炸我的吧? 又不是白送给你, 这么惊讶干嘛? 我无语凝掖, 陆川一脸不相信, 跟防贼似的防着我。 我只好把林瑶瑶的事和他说了, 没有添油加醋, 实事求是的全部说了。 陆川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说什么, 拿起文件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 不一会, 他放下文件没有什么问题, 但有一个地方我想改动一下。 我疑惑地看着他, 陆川一脸认真地说道, 股份我以市场原价买了没问题, 但我想请你做我们公司的顾问, 我可以给你5%的股权, 你可以先想一下, 不用着急给我答复。 我考虑了一下, 这条件对我百利而无一害, 还能恶心一下持业, 何乐而不为。 双方达成共识, 陆川在修改过后的转让书上签了字。 陆川长叹了一口气, 满脸惋惜地说道, 没事想到你和池叶居然会走到这一步, 毕竟你们当初, 我喝了一口咖啡, 看向窗外, 今天是个阴天, 灰蒙蒙的,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谁能想到呢? 原来不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简单到不需要激烈地争吵, 不需要两人三观不合, 不需要世俗地阻碍, 就在时间的前一末话中, 爱慢慢退去, 走得悄无声息, 在某一瞬间, 顿然释怀, 彻底放下。 我正收拾着我的东西, 看着我存在的痕迹, 在这个家中一点一点减少。 我弯腰从柜子底拿出一个大箱子, 打开后是我和他的所有合照和信, 从校服到婚纱, 从青色到成熟。 在这个车水马龙的时代, 手写信是浪漫的奢侈品。 我和他约定好, 每年给对方写一封信, 这都是我们的回忆啊。 但现如今, 池叶在我和林瑶瑶之间,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选择了他。 以我的脾气, 在那一晚, 就应该痛痛快快地 跟池叶提离婚。 无数次地问自己, 夏清清, 你究竟还在等什么? 你还不死心吗? 我说, 我在等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内心深处可能还在期待, 期待十八岁的阿叶能够回来, 回忆太美好, 让人无法割舍。 我深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 夏清清, 别犯贱, 你忍得了迟夜的遗情别恋。 你受得住你爱的人爱别的人, 忍不了, 受不住。 我拿起剪刀, 把我和池叶所有的合照和信剪成两半。 第一封信是我们高中毕业 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写的。 为了看山顶上的日出, 我俩窝在帐篷里冻了一夜, 鼻子都冻红了, 我笑他像个演出的小丑, 他笑我像摩尔庄园的摩勒勒。 就这样, 吵吵闹闹度过了一夜, 所有的恩怨在太阳升起时, 被眼前震撼的美景化解。 速路未干, 天色微明。 一抹白光自东方浮出, 小心隐去, 渐渐地, 泛白的天空变得红韵起来, 地平线上的云像赤金式的闪闪发光。 我们在山顶上交换了我们的第一封信, 并约定, 以后要一起踏遍山川河流, 一起看尽日出日落和爱的人。 每剪一封, 心就会痛一分。 剪掉的不只是信和照片, 更是我的青春回忆, 还有我对迟夜谨剩的爱。 比起照片, 信倒是不多, 很快就没了。 然后是照片, 一张一张又一张。 最后一张, 是公司上市时, 我太高兴了, 一个没注意, 喝多了。 是迟夜把我背回家的, 踩着夜色, 踏着月光, 我们一步一步向家走去。 我靠在他的背上, 碎碎刀刀地念着, 这些年来, 我和他的不容易。 说着说着, 声音越来越小, 在一句总算是苦尽甘来后, 彻底没了声音。 迷迷糊糊, 听见耳边传来一句滴滴的事啊, 苦尽甘来, 幸好有你, 轻轻。 后面的事我就记不得了, 听迟夜说是我又哭又闹, 一定要拍张照片纪念。 然后就有了这张照片, 我闭了闭眼, 咔嚓, 彻底没了, 也彻底死心了。 我约了林瑶瑶出来, 林瑶瑶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依旧是我之前约露川的咖啡厅, 依旧是我之前喝的咖啡。 林瑶瑶想给我一个下马威, 比约定时间迟了半个小时, 才姗姗来迟。 林瑶瑶穿着最新款的名牌, 娇小可人, 一脸纯粮无害,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安事事的林家妹妹。 她先发制人, 我刚刚在购物, 耽搁了点时间, 夏小姐不会介意吧。 毕竟过段时间是阿叶的生日, 在准备礼物。 威威摇摇低下头, 嘴角敏起, 满脸歉意地看着我, 仿佛真的在因为迟到, 而感到不好意思。 她眼中快意出来的得意, 出卖了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怎么会, 毕竟林小姐也就只能靠买点小礼物, 去抓牢男人了。 我可以理解, 不会介意的, 我大方地朝林瑶瑶笑笑。 我可以看到林瑶瑶面色扭曲了一瞬, 咬了咬牙, 居然忍了下来。 哎, 还是怪我, 阿叶把我的喜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却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夏小姐知道阿叶喜欢什么吗? 林瑶瑶又开始摆出那一副白莲花的样子。 我用勺子搅了搅咖啡, 好心地给她建议。 这个嘛, 以前喜欢什么不太记得了, 但现在你可以送她巴黎世家最新款的包。 我看出林瑶瑶有些疑惑, 解释到毕竟她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捡垃圾, 那款包包简直就是垃圾袋的翻版, 很适合你送她。 林瑶瑶绷不住了, 楚楚可怜的表情瞬间破功下轻轻, 你再得一些什么? 迟瑶现在喜欢的人是我, 在你和我之间,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 你不过就是个没人爱的可怜虫罢了。 哦, 那可真是祝你和她婊子配狗, 长长久久啊。 我来的目的可不是单纯为了和林瑶瑶吵架的。 林瑶瑶, 你应该知道你上了C市大部分公司的黑名单吧。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爱别误会, 这可不是我干的, 是陆川义愤填膺的要帮我报仇, 我没有插手就是仁至义尽了。 林瑶瑶倒是一脸无所谓, 她大概是想她都傍上了迟业, 以后哪里还要出去工作, 学不上了都没事。 我真为她感到可悲, 靠男人是永远靠不住的。 我以前就是太相信我们的爱情牢不可破, 现在才会到这种地步。 我扔下一个炸弹。 对了, 公司最近要去国外发展业务, 持业会有大半年时间不在国内的事, 你知道吗? 看到林瑶瑶猛圈的表情, 我知道, 我猜对了。 林瑶瑶现在已经不在公司, 持业向来自负。 而且林瑶瑶在她心里 还没重要到那种程度, 不会把公司的事都跟她说。 我准备又加一把火。 则, 看来在持业心里你也不怎么样吗? 这么大的事她都没告诉你。 你猜, 她出去的大半年有打算带你去吗? 某些人看来也只不过是跳梁小丑啊。 林瑶瑶被我嘲讽的眼神刺激到了, 又气又慌。 咬牙切齿地说道胡说, 你就是想挑拨离间,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我不在意地耸耸肩随便咯, 你爱信不信。 你, 你, 林瑶瑶抓起椅子上的包包, 就气急败坏地走了。 她接下来大概就是去打探 持业出国的事是真的假的了。 我也没全骗她, 只不过把时间说得久了一点而已。 我就是要林瑶瑶觉得没有安全感, 感觉自己随时可能会被抛弃, 让她每天都缠着池叶, 免得到时候池叶发现不对劲, 打扰到我的计划。 池叶可能觉得我还是太爱她了, 对我的丝毫没有警惕。 还得感谢林瑶瑶, 要不是她天天缠着池叶, 财产转移还不会这么顺利。 除了一些不好处理的不动产, 流动资金在路川的帮忙下 都转移得差不多了。 最后对一次财产明细, 没有问题, 现如今池叶手里的股票, 基金, 理财, 保险就有八九千万, 她名下的一些不动产, 加起来大概有一亿的样子。 我专门雇了私家侦探 跟拍池叶和林瑶瑶, 手里握有大量池叶出轨的证据。 就算池叶不肯离婚, 我也有办法逼着她离。 她是离也得离, 不离也得离。 如果她清醒一点, 不闹果断的话, 看在这么多年的感情上, 我还可以给她留下两成财产, 要不然, 就不只是没钱这么简单了。 明前两空, 那才是真的可怜。 果然, 我说对了, 靠男人是靠不住的。 这段时间林瑶瑶太热情了, 大概是上赶着的太廉价, 容易得到的永远不会珍惜。 迟夜最近给林瑶瑶 打电话的频率大大减少, 偶尔林瑶瑶主动打电话过来, 也会满脸不耐烦地挂了。 我才不关心林瑶瑶和迟夜怎么样了, 我只希望林瑶瑶给点力, 到时候纪念日那天也能拖住迟夜。 11月28日, 我和迟夜结婚七周年纪念日。 轻轻, 餐厅订好了, 就是你喜欢的那一家, 今天公司有项目, 晚一点我来接你。 迟夜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 没关系阿叶, 你忙吧, 到时候我自己开车过去。 我善解人意地说道, 迟夜迟疑了一下, 答应了, 嘱咐我开车慢点, 路上注意安全。 我前脚刚跟迟夜甜甜蜜蜜地打完电话, 后脚就发了一条紧林瑶瑶可见的朋友圈, 透露出今天是我和迟夜的结婚纪念日, 迟夜还精心准备了浪漫烛光晚餐, 然后开始悠哉悠哉地订机票, 打算出去玩一段时间。 自从跟迟夜创业后, 基本上没怎么出去过, 前一段时间是创业辛苦, 后一段时间是公司琐事繁多。 现在我有钱有时间, 干嘛不好好享受一下? 我穿上迟夜最喜欢的那件裙子, 化了个淡妆, 心情很好的出门了。 我特地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西餐厅, 我知道迟夜今天晚上不会来了, 温柔香美人怀, 哪有那么容易出来。 我让服务员把餐掀上了, 花了钱的, 不吃白不吃。 我优雅地吃着西餐, 心里盘算着时间。 半个小时后, 我给迟夜发了条短信过去。 阿叶, 我在餐厅等你哦, 给你准备了惊喜, 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又半个小时, 我都吃完了, 才收到他的消息。 抱歉, 清清, 我现在有急事, 可能要很晚才会来了。 我改天再补偿你好吗? 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个纪念日的, 不差这一个。 我打开朋友圈, 果然没多久, 林瑶瑶更新了。 我看着他心上人发的朋友圈, 他正在陪着他坐摩天轮, 这就是他所谓的急事。 多可笑。 哪怕是已经知道迟夜的德行, 还是狠狠地翻了一个白眼。 心早就痛到麻木, 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干脆利落地把迟夜的所有联系方式 拉黑删除一条笼。 看着干干净净的的手机页面, 心情大好。 回到家, 把东西收拾好, 该丢的全给他丢了。 看着已经完全没有我的痕迹的房子, 心里还是有些惆怅。 我把盒子摆在餐厅桌子上, 里面装着我之前剪碎的照片, 离婚协议和信。 想了想, 又把戒指摆在里面去了, 回头在最后看一眼以前的家, 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离开。 真正要走的时候, 关门声是最轻的。 迟夜很不耐烦, 本来带着礼物和花束准备去西餐厅, 没想到林瑶瑶半路冲出来拦住她, 纠缠了大半个小时, 说什么都不肯让她走。 林瑶瑶, 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不要再来缠着我了。 迟夜冷然地说道, 林瑶瑶哭得梨花带雨, 拼命地摇头, 抽抽叶叶地说道, 不, 阿燕,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你明明说过你喜欢我的呀。 紧紧地拽着迟夜的袖子, 不肯松手。 迟夜见林瑶瑶楚楚可怜的模样, 到底还是有些于心不忍。 瑶瑶, 之前的话就当是我说的胡话, 我们结束了, 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好吗? 林瑶瑶见迟夜是真的铁了心要结束, 也不纠缠了。 双眼紧闭, 一副彻底死心了的样子, 眼泪止不住地流。 阿燕, 你在陪我做最后一次摩天轮好吗? 迟夜有些犹豫, 就这一次, 最后一次, 好不好, 就当是你最后一次陪我了。 林瑶瑶抿住嘴, 极力忍住不哭, 但眼泪还是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不停往下掉。 求你, 阿燕, 求你了。 迟夜见到林瑶瑶这副模样, 瑶瑶瑶答应了。 拿出手机给夏清清发了条短信, 告诉她自己有急事, 今天要晚点去了, 要轻轻不要等她了。 摩天轮缓缓升起, 林瑶瑶看着窗外, 细数这些天来, 他们两在一起的甜蜜, 时不时还看着迟夜娇羞地笑。 迟夜反倒是心不在焉, 没什么兴趣, 是不是看看表, 有一搭没一搭地硬着。 林瑶瑶眼底闪过一丝阴霾, 转瞬即逝。 摩天轮来到了最高点, 停了下来。 阿燕, 你知道吗? 摩天轮的传说, 够了。 林瑶瑶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时夜摆正姿态, 严肃地对林瑶瑶说道, 林瑶瑶, 这段时间是我对不起你, 你想要什么补偿, 只要不是太过分,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不要再有联系了, 我是有家事的人。 林瑶瑶微微低着头, 冷笑了一声, 缓缓抬起头, 眼底的恶意和快意 如同锋利的匕首, 一下便划破了他平日里 处心积虑的伪装。 大抵是知道 他和池叶真的不可能了, 也就不装了。 嘴角勾出一道嘲讽的弧度池叶, 今天是你的结婚, 纪念日是吧。 让我猜猜, 你这么着急, 是想去找夏清清吧? 池叶看着面前陌生的林瑶瑶,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等到缓过神来了, 才发现摩天轮 已经停在最高点十来分钟了。 池叶猛地抓住林瑶瑶的手腕, 怒哄到你做了什么。 林瑶瑶恶狠狠地盯着池叶, 池叶,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我特地把摩天轮包了两个小时, 跟工作人员说 我们俩要看风景, 两个小时后再放我们下来。 我还给夏清清发了我们俩 做摩天轮的照片, 你猜她看到了会怎么想呢? 结婚纪念日, 丈夫陪别的女人, 嘖嘖嘖, 多可怜啊。 池叶双目开始变得冰冷, 双目已经充血, 而变得一场狠力吓人, 一字一顿地说到你说什么。 啊, 不止如此哦, 我还把我们俩的亲密照片 发给了公司和媒体。 你说, 他们会怎么报道呢? 上市公司总裁出轨, 抛弃结发妻子密会情人, 多敬报啊。 池叶, 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我要你身败名裂。 林瑶瑶眼中 带着同归于尽的病态。 池叶狠狠闭了闭眼, 咬牙切齿地说到林瑶瑶, 你疯了。 是啊, 我疯了, 被你逼疯的。 当初招惹我的是你, 你现在摆摆手说完就完, 凭什么? 我在C市已经待不下去了, 我的学校到处疯传, 我是小三。 池叶, 你也休想好过。 林瑶瑶歇斯底里地喊着, 疯子, 疯子。 池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给夏轻轻打电话, 连续打了几个, 都在通话中。 林瑶瑶讥笑地看着池叶你被吓轻轻拉黑了, 又发微信, 结果显示红色感叹号。 池叶慌了, 赶紧打电话, 想喊人把它弄下去, 结果信号不好, 说话断断续续的, 交流都费劲。 林瑶瑶就静静地看着池叶一通摆弄后, 气急败坏地砸了手机。 别白费力气了, 还是安安心心等两个小时吧。 一下摩天轮, 池叶就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 刚进家门, 池叶就感觉家里有些不对劲, 但一时半会又想不起来, 是哪里不对劲。 直到来到卧室, 才发觉是哪里不对劲, 夏轻轻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他一瞬间如坠冰窖, 开门的手都开始颤抖。 他告诉自己, 不可能的, 轻轻只是在闹脾气罢了。 池叶跌跌撞撞地走到客厅, 发现了餐桌上摆放的盒子。 他没有勇气去打开它。 不知道过了多久, 池叶终于鼓起勇气, 打开了盒子。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他们的结婚戒指 和一封信。 他哆嗦着手打开了信, 一字一句地看下去。 阿叶,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阿叶了。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 池叶, 我们十八岁就在一起了, 算下来, 已经有十一年了。 十一年啊, 多么长的一个数字啊。 池叶, 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我们的以后是什么样的。 或许我们会有可爱的孩子, 我们看着他们慢慢长大, 我俩慢慢变老。 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俩一直一直在一起就好了。 但是我从未想过, 我们会是这样这样的结局。 因为见过你深爱我的样子, 所以当你不爱我了, 一下便能感觉出来。 但是我不愿意相信, 但是我不愿意相信, 我觉得我的阿叶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可能会就这么轻易放弃我们的感情, 喜欢上别人。 直到我看着你和他坐着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切, 我没办法再自欺欺人了, 我觉得我就像一个笑话。 在你为了林瑶瑶和我争吵的时候, 在你无条件护着他的时候, 我背后空无一人。 我从未那么清楚地明白, 我的阿叶爱上了别人。 原来当初口口声声许下的承诺, 今日看来也不过如此, 我痛吗? 痛,很痛很痛, 痛到呼吸不上来, 痛到麻木。 但那又怎样呢? 我的阿叶还是不属于我了。 你永远也不知道, 我花了多少力气, 才让自己看起来那么从容地面对所有失去。 迟夜, 我不要你的愧疚, 我只想要爱与被爱同时发生。 但终究是我的奢望罢了。 我真真切切地爱过你, 从18岁到29岁, 从满心欢喜到满心绝望。 现在我想清楚了, 你不爱我, 那么我便也不爱你好了。 就这么简单。 迟夜, 我们结束了。 谁也别找谁, 就错过, 把最好的我们留在过去。 不联系, 不再见, 不打扰, 余生各自安好。 不, 不是这样的, 她的青青那么爱她, 怎么会丢下她呢? 青青只是在闹脾气, 她怎么样才能消气? 要打要骂都没关系, 只要轻轻原谅她就好了。 迟夜发了风式地翻着盒子, 在看到最下层 列成两半的照片时停下了。 她死死盯着照片, 好像她自己也和照片一样 列成了两半。 她再也忍不住了, 抱着照片跪在地上, 仿佛受伤的小兽, 喉咙中挤出痛苦的悲鸣。 青青,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回来好不好, 求求你了, 回来好不好。 他们的过往如同幻灯片一样, 从脑海中浮现, 越是想就越是痛。 她到底做了什么呀? 她凭什么觉得 青青会永远在她身边? 怎么办呢? 谁来帮帮她? 她好像把她的青青弄丢了, 我再一次听到池叶的名字 是在陆川的电话中。 恍如隔世, 这两个字都变得陌生了起来。 陆川说, 池叶疯了, 她就跟疯了一样, 天天在找我, 把所有认识的人, 和我有关系的人都问了一遍。 什么都不管了, 就是一个劲地在打听我的下落。 没想到池叶对我的感情 居然这么深。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听说池叶和林瑶瑶两个闹掰了, 现在是狗咬狗, 一嘴毛。 林瑶瑶是彻底在C市混不下去了, 池叶也没好到哪去, 名声大不如前。 林瑶瑶也是豁得出去, 居然还偷拍了她俩的亲密照, 给自己打码后直接发网上, 池叶的脸看得是一清二楚。 一时间她和林瑶瑶的桃色事件沸沸扬扬, 不仅是她的声望大将, 公司股票也狂跌。 路川趁虚而入, 夺得了公司的控制权, 尽全力挽回公司损失。 等到池叶反映过来, 公司已经没有她的一席之地了。 这么多年的心血直接送给别人, 还是自己的死对头。 池叶直接被气到了医院, 听说路川还找林瑶瑶去刺激她。 我听到这, 为路川暗暗鼓掌, 干得漂亮。 同时也庆幸把股票卖给了路川, 要不然这么多年的心血全得搭在池叶那里。 至于池叶怎么样了? 谁care啊? 现在后悔了? 不好意思, 没有后悔要呢。 池来的深情, 比草都清贱。 我在一次见到池叶的时候, 我正在躺在夏威夷海边晒太阳。 晒得正舒服呢, 一个身影挡住了我的太阳。 我正准备让那个人嚷嚷, 一摘墨镜, 好家伙, 是池叶。 他居然找着来了。 池叶没有了以前的义气风发, 大概是匆匆赶来的, 下巴的胡茶都没刮, 以往鼻挺的西装满是褶皱。 我没好气地看着他怎么, 池总不去陪小情人, 来这干嘛, 也来晒太阳。 池叶面带祈求地看着我, 讨好的笑着, 轻轻,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和林瑶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知道你一时半会不会原谅我, 但是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我面色冷淡地盯着池叶我给过你机会, 在我问你公司是不是真的很忙的时候, 在我和你看电视的时候, 但是你没有珍惜, 池叶不是每个人都有义务一直在原地等你的。 说完, 转身就走, 好好晒个太阳还碰到池叶, 则真会气。 后来在夏威夷的几天, 池叶都静静跟在我身后, 我也不理他, 随他跟。 直到我准备离开夏威夷, 去下一个地方, 池叶还是坚持不懈地跟着我, 我终于恼了。 池叶, 你是不是犯贱呢? 我说的话你是听不懂还是什么? 我们不可能了, 回不去了, 知道吗? 你要是还有脸, 就不要再跟着我了。 我朝池叶大声喊道, 池叶没有生气, 而是小心翼翼地拿出口袋里的照片, 献宝似地给我。 轻轻, 你看, 我把照片全部都复原了, 和之前一模一样。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 冷冷地对池叶说道, 破镜难重圆, 这个道理你不是不知道。 这个照片再心再好, 也不是我们以前的照片。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还是给彼此留最后一份体面吧。 你要是还有一点爱我对不起我, 就放手吧, 别再来纠缠我了。 轻轻, 我快不离开, 马上订好最早离开的机票。 陶冶式地登机离开。 万幸的是, 池叶没有再跟上来。 其实看到池叶卑微痛苦的样子, 说不痛快是不可能的。 毕竟爱过, 怎么可能只让我一个人痛呢? 后面池叶换了很多个号码, 给我打电话, 发短信。 实在受不了了, 直接把原来的号码注销, 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号。 大概是知道再纠缠, 也没有结果了。 池叶同意离婚, 条件是签字那天, 必须要见我。 他把所有他手里流动资产都给了我, 几乎是净身出户。 我也没跟他客气, 除了公司股份, 其他的他给, 我就要。 去民政局的那天风和日历, 我的心情好得不得了。 我刷刷刷地就签下我的名字, 然后站在一旁看着池叶一笔一画, 郑重地签下名字。 这一张轻飘飘的白纸, 结婚证上的两个名字, 就是我和他最后的联系。 拿着绿色小本本出了民政局, 我这么久来, 第一次对池叶仰起笑脸, 朝他挥挥手, 轻快地说道, 再也不见了。 池叶定定地看着我, 就像是要把我的样子, 牢牢地地印在心里。 见我终于朝他笑了, 也牵强地扯起嘴角, 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和他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去, 越走越远。 我准备继续完成, 我未完成的梦想。 我是学金融投资的, 以前跟池叶说过, 我的梦想是去美国的华尔街看看。 后来因为创业, 这件事就搁浅了, 再也没有提起过。 现在有时间有机会, 我想再拼一把。 人生嘛, 要的就是拼尽全力, 不留遗憾。 我没日没夜地学, 想把我之前丢下的学业补回来。 好在有这几年在商场上的经验, 只要吃得了苦, 捡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偶尔休息放松的时候, 会听到迟夜的消息。 他现在也没去公司了, 就当个闲散股东, 拿着分红。 没去工作, 倒成了酒吧里的常客, 灯红酒绿, 日日买醉。 喝醉了就喊我的名字。 别人提醒我, 和他已经离婚了, 他还不信, 又吵又闹。 还把自己喝进了医院好几次。 后听说他找了很多个女朋友, 或多或少都有些我的影子。 我只觉得恶心, 替身这一套, 不论是替的人还是被替的人, 都会觉得隔音。 拿着深情当烂情的挡箭牌, 见不见哪? 他活成了他以前最不屑的样子。 我屏蔽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 专心备考MBA。 一年过后, 我收到了哈佛MBA的录取通知书。 路川知道后, 邀请我吃大餐, 看起来比我还开心。 他酒量不行, 喝醉后跟个小孩似的, 割那黑黑黑的怪笑。 嘴里还念叨着我公司可真MBA。 嘿嘿嘿, 哈佛的都被我挖来了, 我动感超人, 无所不能。 嘿嘿嘿, 我要做到世界五百强。 嘿嘿嘿, 我要报复。 嘿嘿嘿。 哇, 好多钱啊。 还转过头, 傻笑地看着, 我你看到了吗? 天上下毛爷爷了爱。 我敷衍地硬着醉鬼, 后悔得要死, 恨不得把之前答应路川一起喝酒的自己垂死。 出国的前一天晚上, 我看到迟夜的车在我家楼下停了一整晚。 他靠在车旁, 手里的手中, 手里的烟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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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信直接撕碎被垃圾桶了 我坐上前往美国的飞机 窗外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上飞机前陆川发给我一句话 人生灿烂 任何人都该是不必琢磨的一笔 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你奔赴璀璨的未来 新的生活正在向我招手 愿余生不负岁月不负自己